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说他将在下周解散议会并在8月30日提前举行普选 在星期一这一消息宣布之后 日本的反对党联盟说他向议会提交了一项对首相及其内阁的不信任动议 星期天麻生太郎领导的日本执政党联盟没能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保持多数席位 之后日本民主党和他的三个政党联盟提出了此项动议 麻生太郎和执政党自民党的官员会谈后做出进行新的选举的决定 自民党只赢得了东京议会127个席位中的38个 由鳩山游记夫领导的对手民主党赢得54个席位成为议会最大党